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一開始特別以他過去在高雄的經驗做分享 如果沒有積極的反罷免就一定會後悔 我要拜託所有的基隆的鄉親出來投不同意的票 不然的話往後會跟我以前的一樣 有很多市民到現在才在後悔 這個世上沒有後悔的這一個藥 所以在這裡跟所有鄉親去分享 這次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與基隆女兒立法委員王洪威 一起跟著基隆市長謝國良立委林沛祥 沿著一一路跟一二路的街區了解齊樓整坪的狀況 許多店家老闆都覺得整坪之後 對於看醫生的親子朋友以及輪椅族都非常方便 比以前好很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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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改善很多了 對啊 沒以前怎麼樣 你的後館後館 沒方便 一些倫宜的現在這麼好使用 還有倫宜的嗎 倫宜的 沒在廣東街很危險嘛 對 跳跳躲 來這個協助國良 針對於這個錫樓整坪還有城市彩繪這兩方面對我們市政重要的議題來給我們很多指導 過去大家看到的這片空地就是在0403這個地震當中被判定成圍樓然後倒塌的這個地點 我們在24小時迅速拆除後 那現在就把它做一個彩繪 因為這條路是那個往基隆塔必經之路 那邊有一個東山寺的好石城 也是現在觀光客相當喜歡來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中一路就是面基隆港這一排 包括明德大樓 包括林開駿洋房 我們現在都要做一些美化或者是有些彩繪 所以今天很高興來基隆 尤其剛才看到這個0403發生地震 拆除完了以後做這麼漂亮的彩繪也是一種拉皮 那原則上齊樓整平 包括陸平 說實在都是人民最需要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國良市長說實在在工程上面 都是一個相當認真的一個市長 那我覺得國良市長真的過去他都是埋頭苦幹的 在建設基隆 在這個做市政 那麼也趁這個這次的機會讓大家知道 國良市長是多麼的認真 多麼的努力 想要改變基隆 所以我們也希望讓所有基隆的鄉親跟基隆的市民知道 除了基隆會變得更美之外 看到很多彩繪 很多的美化 那麼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的硬建設的部分 國良市長是絕對他是有他的魄力跟他的這個決心 那國良一上任就講一句話說如果好做不會輪到我來做 所以就拼了命的去想去說把這個 一個不是只有我們現在在的市中心而已 還有其他地方 那很高興跟大家報告說 有關基隆一二路就是我本來的選區安樂區 我們已經順利爭取到由中央補助6千 市政府出2千 總共8千萬的預算 來針對基隆一二路做整個人行道跟齊樓的鋪置 希望說我們能夠給做出一個所謂真正的行人平權 不是只有給一般的人走 而是我們看到一些嬰兒車的啦 身杖者啦 我們可以給他更舒服更公平的一條路去走 除了關心都市景觀彩繪與陸瓶專案 也針對城市經濟發展進行討論分享 李四川副市長點出基隆的特色是郵輪產業 對於在地的就業機會應該會有正面幫助 到郵輪進來 如果是五千個尼克 大概他要進後的時候 只有租最起碼要買130條 那一些食品上面的那種東西是相當大的 所以這一塊其實是可以繼續發展方法 因為現在很多人去搭郵輪 尤其是很行耶 連我太太都去坐了以後 他以前對郵輪還有一點排斥 因為我們小溜球員天天都在坐郵輪 年輕人就會感覺說 從小就坐船 坐郵輪 那他感覺四天不錯 不錯完了以後就說 改天一定要帶我去坐一坐 而媒體方面也很關心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是否參選新北市長 李四川表示時間還很久 沒有正面回應 而謝國良市長表示 他舉雙手雙腳贊成非常支持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丁克宇 基隆報導 хар證的 阿諾